华盛顿邮报8月27日报道 特朗普旗下的川普集团 曾寻求将标志性的特朗普大厦盖到俄罗斯 但在2016年初应不知名的原因放弃了这一计划 这位一直沸沸扬扬的特朗普通俄门 又平添了新的口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8月28日星期一 我是维珍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自去年当选至今年上任以来 直至当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都受困于 所谓的通俄门风波之中 特朗普的政敌始终认为 他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当局 有着幕后交易关系 并在竞选过程中得到了对方的暗中资助 并出卖美国国家利益为交换条件 对此特朗普一直感到百口莫辩 而最新有更多的消息素材为 通俄门提供了口诗 黄盛顿邮报周日报道 在2015年下半年刚刚萌生竞选意图之时 特朗普旗下的川普集团 曾寻求将标志性的特朗普大厦盖到俄罗斯 但在2016年初应不知名的原因 放弃了这一计划 过去30年间 特朗普一直都希望能在俄罗斯推广业务 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但特朗普一直没有放弃 在2015年底及2016年年初竞选总统的时期里 他仍希望自己的愿望能成真 俄罗斯出生的开发商 Blake Setter曾敦促特朗普访问莫斯科 以推动这一提议 并暗示他可以用相关的简报 在普京面前替特朗普美言几句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特朗普并没有访问莫斯科 而特朗普的企业则签署了一份异象书 该报告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该提议于2016年1月底时就被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报告指出随着谈判深入的进行下去 特朗普发表了很多支持普京的言论 而俄罗斯总统在2015年年底也开始做出了回应 华盛顿邮报称白宫和特朗普的私人律师 都拒绝对此事置评 而自上任以来 特朗普对俄罗斯的关系 也一直处于出尔反尔的状态下 但一会儿言辞批评莫斯科当局 一会儿又可以和普京在私下里相谈圣欢 上月特朗普迫于国会压力 签署了强化制裁俄罗斯的新协议 作为回报 俄方宣布将因此驱逐700多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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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